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又到周末假日了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您带着全家来一趟轻旅行 我们要带您到中台湾的南投 不仅要探索美景 还要挖掘美食 首先来到了南投市区 我们要带您品尝的是 曾经获得南投意面王丰号的冠军意面 面条吃起来Q弹带劲 尤其是配着越嚼越上的肉燥 另外还要介绍您这一家生意好道 得用三个大油锅同时油炸 才来得及卖的人气肉圆店 老板利用独门的炸法 在油锅当中加入清水 让肉圆吃起来完全没有油腻感 淋上了特调的甜辣酱 客人吃起来说除了现场吃 吃完还想外带 台南人吃牛肉汤当早餐 但你知道南投人早餐吃什么吗 南投人的早餐就是吃意面 意面的话可能是早上吃意面 可以有饱足感 然后又有肉燥 所以一天的营养其实都有了 Q弹有嚼劲的意面 上头铺满喷香的肉燥 加点黑醋提味 再淋上用玻璃瓶装的古早味辣酱 一边拌面的同时 就能闻到浓郁的肉燥香 大口大口的吃 鲜香微辣的滋味超过瘾 主要料好实在价格又实惠 肉燥就是有嚼劲 然后面也是Q弹有嚼劲 非常好吃 这家位在南投市民全街上的 意面老店 可以说是在地人的厨房 三不五时就要来这吃碗意面 切个小菜配碗汤 一餐就能轻松解决 经济又实惠 却有耐人询味的意面 还曾经在2007年 南投意面票选活动中 打败二十几个店家 成为人气冠军的意面王 好吃的关键就是使用 南投百年面厂做出来的面条 它特色就是它是天然的 它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成分 然后它没有添加防腐剂 因为它煮起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趁热吃 它趁热吃的时候 它才不会烂掉 淋上长时间熬煮的古早味肉燥 再摆上一颗老板娘特制的肉丸 这碗汤意面的风味 与干拌意面截然不同 西附高汤精华的面条 吃起来比较滑溜顺口 虽然不像干面有浓郁的酱香 但配着甘甜的汤头 吃起来比较清爽 还有这个用猪肉和鱼浆打成的肉丸 Q彈中还带有柔葱的香气 干面就是会酱料味加多一点 所以是吃起来的那个口感 比较容易一点 它们是因为它有加汤 所以就比较没有干面的那个口味那么浓 但是清淡吃的话很顺口 除了老字号的意面 同样滋生的美味还有这家 也是卖了三十多年的肉丸店 店门口三个大油锅里头的肉丸挤得满满满 你就知道这生意有多好 而且不止料理美味 你看看墙上的价目表 多么清明的价格 难怪客人一吃就是三十年 我从年轻就吃到这家吃到三十多年 就觉得一天不来吃就觉得 那时候做这家口感没有做同样的 这家的肥子觉得比肉丸 那时候比较Q又满满 它里面的料感觉很香 很实材 吃起来觉得很香 外表看似简单 做起来却相当费工的肉圆 广外皮就要用到两种米和两种粉来制作 我们的霸碗的皮 主要的成分是它的米 一种就是原糯米 那另外一种就是做贵的那一种再来米 那为什么要放两种米 因为你如果只有放糯米的话 会太Q了 所以我们就加一点再来米 然后再加少许的太白粉跟地瓜粉 为了让口味大众化 内馅的部分只用猪肉不拌入其他食材 我们用的是猪的后腿肉 那它的比例就是瘦肉是8 那要加一点肥的 肥的是2 那这样吃起来比较不会色色的 不像一般肉圆 外皮都裹得厚厚的 老板认为皮薄一点 才能吃得到肉馅的香气 我们家的肉圆的皮比较薄 因为比较薄吃起来会比较Q比较软 而且那个肉的香味 会渗透到皮的上面 那吃起来那个皮 会有肉丸肉的味道 吃起来更好更好吃更香 在蒸笼里做完SPA的肉圆 就像贵妃厨一般 肌肤白稀透亮 接着还要下油锅 把皮炸到焦酥 但老板这时 是把清水倒进滚烫的油锅中 因为我们现在饮食习惯 比较吃得比较不油腻 那所以我们加水回去 就是跟它还原一下 给它那个肉圆的表皮上 有一层的水蒸汽 那这样子肉圆炸出来的时候 就比较不油 那吃起来比较健康 也比较不油腻 那吃起来比较好吃 酥炸后的肉圆 夹点蒜汁和酱油膏 淋上特调的甜辣酱 再放上提味的香菜 光看就觉得很好吃 端一端的外皮 是属于比较软绵的口感 一咬就断 而且不油腻 里头的肉馅 软嫩中 还带有容易的胡椒香 吃完还会想再来一个 平价又实惠的小吃 呈现南投人的朴实风情 厉酒迷煎的传统老店 靠着对料理坚持 让店里的客人 就像泉水般远远不绝